面对圆明会日前预告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范围 土地化设办法草案 希望透过办法公告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实践原机法第21条 原住民族的资商同意权 但西竹建制乡正希宝和司马库斯部落 共同推派代表牧师 阿东尤巴斯声明强调 暴病前来的他认为 除非政府谦卑理解并尊重各族群 对传统领域的认定方式 才有和解的契机 族人认为草案中看不见 政府尊重各族群 对传统领域范围认定的方式 部落也只是派代表和乡镇市区公所 共有土地管理机关专家学者 共同调查划设 立委搞禄已用呼吁 绑手绑脚的划设办法 应退回彻底检讨 他让整个划设的程序 要经过乡公所 经过县市政府 经过这个土地的 公有土地的产权的机关 同意之后才能划设 那这个部分 跟我们过去的真话边原住民保留地 是一样的 我要劝告圆明会 不要带头 再回头来去砍断族人的手脚 圆明会图管处回应 强调县市政府 对传统领域调查成果 并没有同意否决权 只是整合文件资料 看有无缺漏 强调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 要族人不要过于担忧 那现在他们在这个里面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并不会针对部落所发设的东西去说 这边是错的 那边是对的 他们不会做这样的更正 他们纯粹是在资料审核上 图有没有松啊 那个坐标有没有 他还要松到我们会里面 有一个组成一个审议小组 原则上都是尊重部落为主 原民会进一步提到 化射办法是依据原基法 第21条第四项而来 原住民族及部落的资商同意权 因此才会将化射对象设定为部落 原民会强调 一旦部落和部落之间 有传统领域重叠争议出现 原民会都会尊重族群内部的协商结果 如果协商不成 原民会传统领域审议小组 也可以提供协助 基本上尊重部落的意愿 至于土地管理可利用方式 以及权力变动的事项 还必须等待土海法立法通过 才有解决机制 这集MBR立法院采访不到